哈喽,大家好,我是黃瑋 今天的攝影棚很熱鬧喔 因為傻的跑進來了 好像整個乒乓吹來了 剛才講 在歌裡面,你有講到一句話說 就是 你這樣我輕輕放下 對,你這樣我輕輕放下 還是有一天,她會見你輕輕放下的 我覺得,這個歌詞會不會很悲觀 其實 我不知道我的女兒的個性是這樣 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會用她想去的地方 而不是你想去的地方 其實她是有點距離的 第三人稱,第三人稱的 因為我還不太清楚她的個性是怎樣 所以我就先把距離放遠一點 然後去觀察身邊的女性的朋友 然後有一些女性的朋友 父親去世了,過世了 然後有時候聊到他們父親的時候 他們都會黯然生傷 還是有一些不知道要怎麼去表達的東西 然後我就發現到女兒對父親 是有一個很神秘的情意解 然後他們說上輩子的情人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後就覺得 如果這個東西是真的話 這個感覺是非常微妙的 然後我們在這一輩子 是來報仇的呢 還是來還債的呢 還是我們 有一些情緣還沒有完全地去化解 所以是在這一輩子去 又再見面這樣 你為什麼會想到說她來報仇 還是她來還債的 是不是因為女兒有時候會讓你生氣 還是會覺得你說 她很少讓我生氣 只是有的時候我會有要求 我會有要求 因為我 其實夫妻之間的話 我的太太就像是一個慈母 慈母然後就會手中線 慈母啊 你叫她慈母 她是台長 是慈母 不是她那個 等一下你可以問一次就愛隊 有人是她的下屬這樣 好啊,問一下那個太太太 是不是那個慈母好不好 在公司 然後我呢 就會需要扮演這個岩父的角色 通常都是這樣喔 在我們華人的傳統的家庭觀念下 都是這樣咧 然後我就開始 會回想起我的父親 是怎樣對我的兄弟姐妹 所以你就這樣對我 有的時候 我還是會 我不會HOT 我不會說 不會 有的危險我會禁止 很溫柔的對她 比如說開車在車上的時候 明白 CM2就說Dennis哥哥你的髮型好帥喔 OK 謝謝 終於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支持我 我去換髮型 也支持大家去換一下髮型 你有沒有想說 你敢不敢換 接下來如果有新專輯的話 你敢不敢敢敢的 試還是敢敢的換 我之前去 去理髮的時候 他們就有叫我換 可是我擔心 擔心換了之後 會跟那個歌不太搭 明白 OK 好啦,不要再整你了 大家午安 我希望我的夢想 成為 在韓國成為一個藝人 能不能想成真 真的 祝福你 祝福你 要上我們節目好不好 小丹你的髮型 這樣特別的 你很有味道 Sman 我喜歡你 看我們節目的 真的是有味道 謝謝你 OK ORANGE 我剛才講ORANGE生病了 最近真的是 很多人講這個天氣最近 天氣很熱 天氣很熱 很熱 然後可能它的那個 我覺得很多人說 那個空氣裡面有很多細菌 你有留意到這個事情 這我不知道 你身邊有人討論這個事情嗎 沒有 我聽很多人說 Hanley病得很重 五天都還沒有好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不知道 ORANGE也病得很嚴重 那我其實是剛病好 然後Christina和Vincent也病了 這可能是你們公司 說穿了 說穿了 這要大掃除一下 公司要大掃除了 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病 都是很慘了 都是所有的公司 都是公司的人 也對本 但是我很少回公司 那我也很少來 因為我也很緊張 你這個 你這個 秀手旁觀的人 大家多喝點水 然後好好休息 就好像女兒這樣子 女兒一生病 爸爸媽媽也很容易會生病 對不對 還好 我覺得反而是因為要照顧他 反而我們比較常生病 然後 可是他每一次要長牙齒的時候 都會發燒 然後那個時候就會很緊張 很難過 我試過 溫度計壞了 然後半夜去買溫度計 半夜去買 哪裡買 不知道 到處去找 後來找到一間 要關門了的藥房 終於買到一個 我問你啊 那個感覺是不是 有了女兒之後 然後你會有很多的覺悟 然後我想說 原來當一個爸爸是這樣不容易 然後你會覺得說 你的後悔 就 當個爸爸 有沒有說以前被叛期的時候 或是曾經 就是這樣對自己的父母 對自己家人 我覺得 會回想起自己很多小時候的一些習慣 習慣 然後很可愛的東西 然後 也會 因為我其實不算太叛逆 對一個小朋友 因為 剛 我小孩剛出事的時候 我母親有來幫忙帶 這樣子 他有跟我太太說 那稱讚孩子的話 他不會對著我說 他會跟我太太說 在我那麼多小孩當中 他是最乖的 最乖的是你 我是最乖的 所以你就沒有太多的遺憾 和內疚的事情 有遺憾比較少回去 最近 OK 好 L.S.K 小丹你好勇 我支持你 我們一起換髮型 髮型 髮型 你知道我貌多大的嫌嗎 OK 我想說 其實今天我們為什麼會聊那麼多女兒經 因為真的 威爾她有女萬事主 她最近發了一首歌 叫做她想去的地點 這首歌是寫給女兒的 是 那整個寫歌的過程 就是看著女兒長大 的那種 就是心裡的那個感受 對不對 然後從她一出事 然後到 開始會翻身 然後會爬 會走 一發這首歌的時候 她就已經開始會走了 會走了 所以那個影片當中 是沒有她會走路的 那個片段 來不及放進去 下一首了 MV 我覺得說 可能你可以當一個歌手 是一直寫歌給女兒 一直到她長大的 如果大家聽得不悶的話 我可以一直都是 可能可以有不同風格 現在是比較可愛的版本 風格 沒有幫Olen打歌 你聽得出 你這樣都聽得出 你很厲害 你們真是腐敗 很腐敗 就是要幫自己人 好 該有人說 你之前的那個舊作品很好聽 不過這首新歌也很好聽 立刻來聽一下 威爾的這個全新的單曲 她想去的地方 看一下她女兒有多可愛 看一下 那種有女兒หน manner 她們笑的 她們笑的 不好 能欣賞 WRONG 會她們笑 會她們笑的 跟她們笑的 或是 那些他想去的地方 用他自己的步伐 看看这世界有多大 有一天会到达 那些他想去的地方 张开他小小手掌 别将我轻轻放下 刚才是黄淑慧的声音 对 是Aki的声音 怎么这次会想要找他 然后想说应该是 慈母的声音应该要出现 不是吗 其实是想要找一个 我想象中我女儿未来的 然后他没有歌词的原因是 因为我还不知道他会跟我讲什么 你真的很悬 所以这首歌是一个填充题来的 它还是一个还没有填完的填充题 因为他有一段是没有歌词的 所以说不定以后会有另外一个版本 是女儿会自己填上那个词吗 是 你是一个很有心思的爸爸 心思跟细思是一线之差 我很尊重他想要讲的东西 所以我留了一个空间给他 我很喜欢你这个爸爸 因为你一直强调说 我很尊重我女儿他以后想要去哪里 他自己决定 他要做什么他自己决定 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说 因为很多父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 然后如果说担心自己的小孩 会发生意外或者什么的时候 而阻止他去冒险 或者阻止他去赶一赶事 或者赶一赶的话 一些事情的话 我觉得他会让他成长上会有一些遗憾 明白 OK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好爸爸了 Kristal有刚才有问说你女儿几岁了 然后刚才有人说 什么怎样保养 对不对 我看到好像是 女女好可爱有人说 假装发型很帅 很像洛克 耶 OK 还有什么信息呢 刚才有一个很长的讯息 我错过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查一下那个讯息是什么呢 去看一下 好 威儿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你可以说一些冷笑话来听吗 Kaley说 冷笑话 威儿讲冷笑话 有喔 以前有 有喔 现在也是有 可是要我临时讲的话 我讲不到 有人问说 小丹你是不是花美男 花美男 这个已经是很好笑 这个问题 已经有笑话了 小丹 你的头发很 我知道 其实说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尝试 我想说人生真的要有很多的尝试 这个是认真讲的 然后你们两个好帅 耶 我觉得帅有时候真的不是在外形上 勇气上 也可以让别人觉得很帅 因为 因为爱真的需要勇气 你没有看过主持人 离开现场 OK Cube这个是OK的 他刚才就讲了一个很冷的 爱真的需要勇气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OK 我是真的有勇气的 我真的需要更多的勇气去做决定的 真的 好听 有人说 OK 要支持黄威尔 小丹有来十兆圆吗 去那边玩 你是说有机会去 十兆圆在哪里 十兆圆 有些中文名字我就不懂了 Dennis狗狗你好帅 他说OK 因为你是念黄教语 对不对 是 会来槟城北海宣传吗 你的单曲 暂时还不会 因为我现在在忙的东西是 把一些音乐上的后制先做完 然后会再拍一个MV 在不久的 可能下个月 就会有更新的歌 让大家听 而且我听说 他很快就要发EP了 几时发 待会告诉你 然后在这个EP 什么风格 他会不会敢敢换风格 我们待会立刻揭晓 你要完全讲出来好不好 这一次 因为你今天已经是独立音乐人 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应该要隐瞒 因为没有公司压力 所以广告之后 还会我会爆完所有 他EP的所有的走向 这跟没有沟通好了 待会见